康熙 卧出官们点颜色悄悄 印祥见康熙高兴 跪前一步说 儿子原对户部清理 看得很轻 给父皇一番开导 茅塞顿开 昨日儿听印寺说 失事轮道步雷厉风行 已经恢复到儿子们 奉差安徽前的局面 围山久任 不能功亏一篑 今儿已是领了旨 明儿儿子就到步逝世 太子爷和四爷 只坐到都泽就是了 康熙笑道 这些细物 你们去太子那里 参着着办吧 过了九月节 朕去承德 能与走前办 利落了这差事 过年朕就没有 挂心的国事了 你们跪安吧 一会儿朕还要见刑部的人 商议今年秋决的大事 两个人退出淡宁居 已过四排时分 适时天已尽秋 园中小径已渐有落叶 养心殿副总管太监 正督着几十个太监 带着长杆扫帚 有的沾枝的 有的扫路 见他们兄弟连昧而来 忙侧身垂首让道 二人也不理会 静自过去 恰见副都总管太监 李德权过来 向印针打了个签 二位爷 奴才请安了 哦 印针慢声一应 见李德权欲言又止 便问道 有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大事 方才府上高福来了 他进不来园子 叫奴才回禀四爷 说是府上有个叫狗儿的 在四排楼和人怄气 叫顺天府拿了 印翔叫道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巴巴的泡到园子里去 叫高福去把人要回来不就得了 论说也是 指尖邪门 范大人不知吃了什么药 竟不肯放 高福说他请爷一个骗子 他再去走一走 印针听着 脸上变了颜色 顺天府引范时节 一向于自己身上大面还过得去 为什么竟公然给自己难堪 莫非为昨夜罢宴的事 但好像他昨天没来啊 他呆着脸沉思半场 这个狗儿康儿一对狐孙 没有一天不给我惹事的 印翔却不以为然 我正想说呢 把这两个狐孙借的户布使呢 我却喜欢他们天真烂漫 混沌未凿 老李啊 告诉高福回府 竟是你派个人传话给范时节 说我要见他 上回输了我的东道 要他还呢 说吧 二人静自去 太子印仁办事的运松轩 并不远 沿着抄手游廊 折过一带假山池塘 一片老松林中 处着一座金翠交辉的五营大殿就是 两个人远远的 便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进来一看 太子印仁 太子师父 王善 玉庆功 常使 朱天宝 陈嘉游 还有 施士伦 正一处坐地说话 见他们进来 除了印仁 众人都站起身来 印仁 见王善也要倒身大败 紧跨一步 忙双手扶住 哎呀 您老人家何必呢 您是赐紫禁城骑马的 我怎么当得起呢 请坐 大家都请坐吧 又去着王善 轻取消瘦的面旁走 着实惦记着您呢 气色倒还好 只头发全白了 说吧 便扯了印翔 给太子请安 太子印仁 眉眼 四级了年轻时的康熙 长瓜子脸上 两点浓眉 分得很开 面如灌玉 目似脸漆 穿见天青凝稠 长袍 腰间连带子也没记 他显得很随和 不带印针印翔说话 便扶起二人 回来的好 看你们身子骨结实 我也放心了 我们正义 户部的事呢 你们在户部搅了一阵 老师再搅一阵 如今又是满城风雨 你们来迟一步 每一件方才 户部老上处梁清彪 坐在这里排场了我们一顿 什么 人老了 不中用了 总求主子念我当年 平三番时 死里逃生 从广东逃回北京 报信的情犯 网开一面 留条活路 他说着 神情也有点黯然 哎呀 要说俸禄 一品大元 一年一百八十两 不借钱 也真难过日子 要是不清理 胡乱下去 也不得了 把人弄得 鸡飞狗跳 也不成个体统 就像我们大清 连几个臣子都 舍不得养活似的 千难万难 好歹你们回来了 我有个帮手了 王善坐在一旁 默默地听着 良久才问 四月 你们刚从万岁爷那儿来 主上有什么旨意啊 印针方缓缓 将方才见 康熙的情形 剪着与户部有关的说了 众人起身静听了 才又坐下 印人笑道 十三弟 有你坐镇户部 我最放心 皇上料理万拳万挡 其实我这边没多少事 大事有万岁爷 小事有尚书房 张廷玉 童马他们 我的心思 天宝 加油 也跟了去历练历练 老四 你看如何呀 印针 欠身淡淡地说道 啊 好吗 陈加油 朱天宝 二人 都是印针 见到玉庆功的 少年心进 玉世极少顾忌 印人叫他们来 用意十分明白 一是图个耳根清静 二是 差事办好了 能征功了 三是 差事办砸了 责任都是印针的 印翔揣到了他的真意 不由一阵心寒 却也不敢说一句题外的话 正想着呢 施士伦说道 今儿上午 接了南京巡抚衙门的咨文 曹淫病危 不能来京 穆子叙也报了病 指广东总督武丹 这几日就到 海关总督魏东廷 也是个大欠债主 在滇南中了瘴气 恐怕也来不了 事情难得很 方才我们正在议这件事 不知如何着手才好 印翔方才受到皇帝加冕 物资兴投的神采焕发 因朗生说的 先从二个头上着手 先头啃不动石哥这块骨头 如今万岁决心如此笃定 我看可以避其功于一意 咱们兄弟们无债一身轻 轻起别人 没有后顾之忧 他满以为此法绝妙 众人必定刮目相看 不料话音落后 却是一片难堪的残寂 人人垂头吃茶 竟是毫无影响 印翔正恶然间 印能效的 怎么都不言声啊 莫不成 我借的那四十五万 那原是实在腾挪不开 才叫何助暂借回来的 买人家一处园林 定银就是五万 不得不如此 我已派人去奉天 年底银子就解到 还账 怎么样啊 拼命十三郎 印翔被憋得 虚了一口气 万没想到 再次借债的始作俑者 竟是太子 无怪书 无怪乎连施士轮这样的铁腕能力 都束手无策 印真心里起初也是一团乱麻 但他很快就明白 这回子只能照太子的意旨办 印说 就是这样 我们勉励去做 说吧 便起身来 众人也都纷纷起身告辞 印翔 显与印真同行太乍眼了 只看了印真一眼说道 王师傅 你答应我的字呢 趁着这纸笔写了吧 说着 撇着脸 拖着王善写字 印真刚刚走到园门口 一眼便瞧见 顺天浮隐梵石杰 穿着孔雀补服 带着蓝宝石顶子进来 因袍子坐得大了些 他又是个螺圈腿 一摆一摆蹭着过来 十分可笑 印真便站住脚 范石杰早已看见 忙上来请安 四爷 从安徽回来了 嗯 印真点了点头 范石杰 我府里的一个书筒 叫你的人给拿了 他犯了什么事啊 范石杰耸了耸小胡子 一本正经地说道 四爷 府上奴才狗儿 在四排楼 因欺负一个卖鸡蛋的 引起口角 是李帆院的姜枝 和礼部的咬点撞起来 扭送顺天府的 这事惊动到李帆院 不审就放 恐怕不好 说罢便瞅印真 印真听他不软不硬地 顶了回来 也不知狗儿犯的什么事 一时竟寻不出话来 只呆着脸不言语 他的这副脸 有时王公们见了也打喊着 偏着范石杰就是不在乎 见印真无话 便扣安告辞 恰印响 用大帽子扇着凉 风风火火出来 一见范石杰便笑道 是你吗 你还没死呢 要 十三爷 范石杰听着一声骂 仿佛浑身都通胎了 一头请安 一头说道 十三爷 您康态着呢 奴才怎么舍得身腿呢 一句对话 弄得庄重严肃的印真 也是一笑 老范和我公事公办 正打了一台呢 印翔笑骂道 你这头野驴 连四爷的账都不买 你他妈吃了什么药啊 不是不放 范石杰 是个越骂越舒服的人 笑得两个眼睛 都眯成一条缝了 说着 方才回了四爷 神神就放 神神就放 印翔便知案子不大 四爷说了话 你还省个屌啊 不就是和人家办嘴吗 不是怕咬点他们不一吗 范石杰两手一摊 要是单单半嘴 我抓什么人呢 这个狗儿恶作剧 把人家摆着的 忒不像话了 今儿四排了 有个小孩说买鸡蛋 叫卖鸡蛋的 夹着锣盖 一五一十的数着往上锣 锣了五百多鸡蛋 雷雷叠叠小山似的 那卖蛋的 撅着屁股 双手扶着 骑马蹲当 一动不敢动 那个小鬼头 说声取钱去 就溜了 这个狗儿 趁着卖蛋的 不能动 就上来 踢了人家一脚 又骚人家鸽子 痒痒的 把一大堆的鸡蛋 都倒在了街上 两个人打起来 又横不愣子 穿出一条瘦狗 咬得卖蛋的手指头 直流血 他没有说完 印针便知 必是砍而勾而合作的够道 这事儿虽然不大 但皇子家奴 于光天化日之下 欺武平民 长养出去 名声集会 正想着 印翔笑道 这不过是孩子气戏耍 帮的什么针 咬点是你干爹 将知是你干妈 亏你做的首府 还是个精兆尹 再说这些混账话 把你蛋黄子 给你踢出来 说着 居然上前 一把拧住 范石杰耳朵 笑着问 你你是放是不放啊 你放不放 晚平县里管朝廷 这么大官 连这点的事 都做不来啊 十三爷 范石杰堂堂 须着嘴笑着 你放 我就放 你放手 一会儿不定 还要见皇上呢 耳朵肿了不雅下 学个驴叫 十三爷 这是什么地方啊 看叫人 学 那范石杰 被揪了耳朵 翻眼看了看 忍俊不禁的 印针 真的 哈哈的气 撕着嗓子 来了个驴上坡 还夹着 打了两个响屁 印象 这才 笑着 放开了手 惹得手在 圆门口的 太监亲兵 没一个不 哈哈 打笑的 印针 没想到 这世间 还有这种人 不禁 也笑得打哩 印象却说 四哥 走吧 老范 晚间 把你这身 狗皮扒了 带着狗儿 到我家 日你妈的 好口福 正好有一坛子 奢店老区 才从地里 跑出来 说吧 竟和印针 一同出了园子 一路上 印针都忍不住的笑 印象却说 这不稀奇 一物详一物 老范他就吃这个 和他摆正经面孔 他也和你正经 反倒说不成事 听说 他就要离任了 要去胡广 做布证使了 那谁接顺天府呢 龙科多 印针脸上 历史美的笑 龙科多 是童国围的族职 童是一门贵胜 童国围的哥哥 童国刚 就是太子的外叔祖 索额图 坑献死 皇帝去热河前 调换了顺天府尹 换上太子的素仇族人 有什么深意呢 印针印祥兄弟 边谈边走 到西华门口 方勒住码头 印祥看了看印针 不无依恋的说道 原想请四哥 到我府里坐坐 七八个月 没登家门了 今儿 只好罢了 印针说道 爸爸 我不敢沾惹你那尊府 上回在那里 停了一带烟功夫 只说了句 三爷府里 孟光祖去云南采办东西 第二日三哥见面 口中有的没的 就解说这件事情 这些杀材 哪里是你的奴子 不知都是谁 安的眼线作探 肩看着你呢 印翔笑着 攻守作别 谁也没法 比四哥假法 我这小阿哥 也比不得大哥三哥 一出宫就开腹剑崖 鱼龙混杂 谁剑的人都有 到罚了 说吧打马去 印针在马上一纵一纵 一礼往定安门来 想着国部维艰 拆事难办 兄弟戏强 勾心斗角 种种烦难 正没个头绪理会 忽觉 霞上一凉 接着 胳膊上 又是一点水珠 抬头看时 不知几时阴了天 疏疏落落的雨点 已洒落下来 左右亲兵割啥 阴霉带雨句 正要张罗印针避雨呢 远远见带夺 打马飞奔而来 手里拿着游衣 喘嘘着 哎呀 叫奴才好找吧 还以为爷去十三辈子府了呢 碰上十三爷才知道 爷走这条道 府里没事吧 印针一边披油衣 一边问道 世子们都在家 带夺盲笑道 奴才没见着大少爷 二少爷四少爷 在一姓斋书房 陪着乌先生姓音 和文爵和尚说话呢 大千岁和三爷 方才来过了 等不到爷回来 说要走呢 走了没有 奴才也不晓得 说话间 雨已经大了 大的周围树叶子 一片声唰唰的响 印针 因大哥印提 三哥印子在府 也不敢怠慢 忙催马传行 印针的四贝勒府 原是前名 内官监防救助 又称 年甘处 其实啊 是紫禁城 一处离宫 赐给印针后 只将黄瓦 换了绿瓦 规制仍是十分壮观 五进院子 巨市内务府 都造司 供的金砖铺地 平如镜 硬似铁 唐夕赏给印针时 他原不敢受 后来见印提印纸 和印刺的窄底 比这还要雄伟 才半推半就的搬了进去 印针冒雨 赶到府门口 早见高福 帅着府里 几十名有头脸的 长随家仆 首饰的下马石前 一个个 淋得水筋似的 没人敢动一动 高福带众人 在雨地里 接印针下马 一边请安 口中说道 大爷和三爷 都在东书房 方才大少爷和二少爷 都说要出来迎接野 福晋说 他不好陪阿哥 就叫两个少爷去了 印针下马 有人搀扶着 一边往里走 一边说 你去禀一声 大爷三爷 说我回来了 我换身干衣服就过去 告诉乌先生一声 见过二位爷 我就过去 回爷的话 三爷说 九仰乌先生大名 要见 请示福晋 福晋说 叫大少爷 二少爷 陪着见了 印针不由 止步一争 他们怎么知道 乌司道在自己府里呢 好长的耳朵呀 阴又问 你四少爷呢 四少爷回书房 读书去了 印针不再说话 款步进了万福堂 福晋那拉市 正坐在炕上 开纸牌呢 侧旁 视立着 侍窃扭辱市 严庚瑶的妹妹 年事 并一大群丫头奶妈老婆子 等候迎接印针 见印针穿着油衣 支淋淋的进来 那拉市 一天身下来 念佛道 我的爷 就淋的这样 快取衣服来换 把给我热的那碗生汤 端给来 叫爷用